我想干吗 你怎么不问那小人想干吗呀 大半夜跑到你家里来 你还挂我电话 你提前命发了 个性 太个性了 这桌上的装饰品啊 过于别致 会让来访者 对你产生内心脆弱的 刻板印象 一直想把它 作为礼物送给你 就是联系不上 今天终于有机会 把它送出去了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你不会觉得她幼稚吧 怎么会 我很喜欢 把音盒发出的声音里 有一种阿尔法电波 晕倒电波里 528赫兹的一个电波相吻合 所以她可以让人感觉非常的平静 她的作用 就是让人变得宁静起来 那你觉得我轻了吗 还真不巧 我这脑电波是857克死的 何老师 我劝你一句啊 别听别人在那儿瞎忽悠 钱太义 你脑子进屎了你 我大晚上能吃个硬 你在这儿冷肠着我们干吗 你想干吗 我想干吗 你怎么不问那小人想干吗呀 大半夜跑人家里来 你还挂我电话 我知道了 你吃醋了是吧 我吃醋 我为什么吃醋啊 我吃醋了吗 那你呢 你大晚上来我家干吗呀 我来你们家干吗 我有正事找你啊 什么正事啊 合同 明天早上九点 具体还得把合同签了 还有薪酬啊 还有薪酬啊 可以可以 我没有选过要公司 你别多想啊 这个合同 就跟咨询机制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约束 也是为了编色网 走了 明天还有正事 大晚上戴墨镜出去 不怕被车撞吗 他可能是怕被打 老贺 我觉得你们两个吵架的时候 我们还真有点小两口的意思 说什么呢 我说是真的 他那么像我跟他像吗 像 全开 国外有说法 八音和的声音 与脑电波528赫兹 一种电波相吻合 他的作用 就是让人变得宁静起来 破八音和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这么说是否 或是他有什么是否 还可以 在那里面 很一定 是他 他就说了 他不是 还可以 他不是 你吃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